人活着总是会不断接触到新的东西 然后被其吸引而慢慢发生改变 会忘却会割舍 这些总是无法避免的 大概是因为人活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的缘故 人不可能永远和挚爱的人相聚在一起 无论多么美妙的事情都会成为过去 无论多么深切的悲哀都会消逝 一如时光流逝 每天都会迎来 明天又要接受新的挑战 我高兴新发展 操作程序已经滚瓜烂熟 在我做出的原貌型蛋糕里 含有自己灵魂的碎屑 在自选商场找到的西红是 鲜红鲜红 我喜欢的要死 一段旅程结束 下一段又会开始 有的人会再度相逢 也有的人将不复再见 还有人会在不知不觉间 悄然离去 或只是擦肩而过 在同他们寒暄的时间里 我觉得自己的心越来越澄澈 我们用各自的方式 挣扎着活下去 因为不能求死 只能求生而活着 就得把 那种决心和意志显示出来时间 时而伸长 时而缩短 伸长的时候 像橡皮筋一样 把人永远固在他的双臂中间 轻易不放你出来 有时发现 自己又重新回到原地 站在那里 闭上眼睛 时间 还是一秒也不往前进 人救 这样被丢弃在时间停滞的黑暗中 只要日子安稳 衣食无忧 又有闲暇 不管是谁 都能优雅善良吧 我订阅